接着我们要上个重点叫做潮汐 白天叫做潮 晚上叫做汐 潮汐 这里有两张照片 第一张请你注意一下 海在这里 海在这边 海在这边 这里是海 海的位置 这个山 海在这边 海在这里 然后呢 下一 下一个 海在这边了 跑到这里了 山在这里 所以表示海水有跑上来 这海水有跑上来 海水有跑上来 这叫做潮汐 潮汐呢是受到月球及太阳的影响 月球及太阳的影响 月球及太阳引力的影响 使得水面有深深降降的现象 有人把它视为破浪的一种 白天的叫做潮 晚上的叫做汐 那也跟你讲过了 因为月球离地球比较近 所以月球影响比较大 月球影响比较大 所以考试有两格 你就问你谁影响地球 才就写月球跟太阳 考试如果只有一格 问你谁影响地球才就写月球 因为月球大概是太阳的两倍大 因为它离我们比较近 比较近的关系 然后也是跟你们教过的 明石 明石 海水呢降到最低叫做 翻潮 升到最高叫做 满潮 从低点到高点叫做 涨潮 从高点到低点叫做 落潮 满潮跟太阳的距离叫做 潮沙 陆地上会被潮水淹过部分叫做 考鉴袋 所以这个是我们教过的明石 跟你说过了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明石弄懂什么意思 考鉴上都是写明石 问你 这个时候是涨潮还是落潮 是满潮还是干潮 你要懂它在讲什么话 好 所以 升到最高点叫做满潮 降到最低点叫做 干潮 从低点到高点叫做 涨潮 从高点到低点叫做 落潮 我们都讲过了 讲鞋涨落是比较有水准的 博文程度比较好的鞋版 涨落相对 现在的课本程度比较烂 都写退潮 不过意思是一样 比较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退潮落的意思一样 没关系啦 就程度烂一点好了 没关系 好 然后呢 满潮跟跟潮的距离叫做 草叉 然后陆地上会被潮水淹过部分叫做 草腥淡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请你弄懂这些名词啥意思 第一件事情请你用弄懂这些名词什么意思 要弄会 OK吗 OK 好 那为什么海水会深深降降 为什么 为什么受引力就有深深降降 然后我们就给你各位解释 我们就跟各位解释 OK 好 来 有地球月亮来 我们这个解释虽然没有完全符合物理源 你可以大致上帮你做说明 好 我们月潮系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于月亮的引力 万有引力 如果你看天文学的上的书 天文学的书会说是叫引潮力 可是在讲引潮力的时候 它的重点是在对两个不同的点的引力差 对两个不同的点的引力差 然后就有一个神奇的计算 不只在一个跟三四方乘反比的 跟巨大像三方乘偉大的公式 你就甭管它了 我们国中生就说那叫做万有引力就好 那万有引力国中交过了 叫做跟质量乘机乘正比 跟距离地方乘反比 好所以 右边的海水离最近 吸引力最大 往前走五步 地球在中间 引力比较小 往前走三步 最左边的海水离最远 引力最小 往前走一步 一个往前走五步 一个往前走三步 一个往前走一步 左右多多出几过距离 两步 所以左右都会多出来 所以左右就会都多出来 像这样子 左右都会高起来 然后旁边被拉过去 所以所以 所以左右都会多 OK 那 A跟C 水位最高叫什么 满潮 很好 B跟猪 最低叫做什么 甘潮 very good 那请问你 A到B 从高到低叫做什么 落潮 嗯 落潮 那B到C呢 长潮 很好 C到猪 又是落潮 猪到A 又是长潮 很好 由此可知 一天有几次满潮 几次甘潮 两次 非常好 那有几次长潮 几次落潮 两次 OK 就两次 这都是两次 OK吗 很好 好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跟你解释 大潮跟小潮 来 月球 地球 太阳 好 请问你 这是什么月象 好 来 我们 这什么月象 哇 月亮把它往右边拉 太阳往它把它左边拉 两边都拉 拉得非常高 潮 潮就是 升的高 降的低 叫做潮差 比较大 那个叫做 大潮 这样叫做 旺 所以呢 要回旺的时候 大潮 这什么月象 塑 两个一起拉 也可以拉比较大 对不对 两个一起拉 也可以拉比较大 所以呢 这样叫做 也叫做大潮 这什么月象 塑 塑月 OK 那这样子就变成什么 太阳要我跑到右边去 月亮要跑到上面去 两个互相底调 所以呢 潮差比较小 我们叫做小潮 这啥月象 上弦 好 那下弦也一样 对不对 所以呢 塑旺是大潮 上弦 下弦是 小潮 上弦要小潮 给这种动画跟各位说明 OK吗 OK